太不尊重男粉丝了 张少涵演唱会女粉丝因女侧排队人多 竟然闯入男厕所 据报道 当时女侧排队人数较多 部分女歌迷为了方便 就冒险闯入了男厕所 这也导致部分男歌迷 未能及时发现有女生进入 并且造成了不小的误会 又握着是男歌迷上厕所上到一半 屋子还没有穿好 就由女歌迷闯了进来 无法顾及好自己的隐私 这个事件迅速引发了热议和谴责 很多人对于这些女歌迷的行为 感到非常气愤 认为她们不遵守公共秩序 不尊重她人的隐私 男厕所是男性专用的场所 这是基本的常识和公共秩序 女性不应该私自闯入 这不仅会担扰男性的使用 也会给男性用户带来尴尬和不便 必须认识到 这种行为并非出于恶意或性别歧视 而是由于现实情况所迫 在演唱会这种人流量大的场合 厕所资源的供需矛盾是普遍存在的 当女厕所排队人数过多时 部分歌迷选择使用男厕所的行为 可以被理解为对现实情况那种应对策略 当遇到突发情况时 我们更需要在维护自己权益的同时 充分考虑到他人权益 尊重相关的规则和秩序 这种音乐充分队人数距离